马来西亚施巴丹 他站在一股羊太平洋羊腾的心脏位置 潜水支付亚克库斯托众之为上帝的水智下 留意在珊瑚礁周围的鱼突然散去 远处的混沌中出现了一条沙海 也怕又是一条雌性灰三尺沙 判断一条沙海的性别 只需要看复复后方是否有一对青角 又是雄心 反之是雌心 许多大型雪油沙需要保持游动状态 才能让水进入口腔 便流进腮部从而获得氧气 但灰三尺沙可以渡过虎潮水吸入体内 因此它可以停在海里 我将下靠近它 它凶起个灾部被凶信仰出 胶壁时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 灰三尺沙是一个洋太平洋海域 上湖周边的常客 它感知到了我的存在 迅速地流走 消失在蓝色的混沌中 对一个前世人来说 鲨鱼不大要不提防着它们 但就像星夜道夫所说 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紧张感 既奢侈又难能可贵 但我看来 在水里遇到鲨鱼是一种幸运 我们的海洋还用鲨鱼 是地球的幸运